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 如何安装Unity 3D 所以你先到 Google Search Unity 3D 然后就可以进到U3D的网站 GameEngine 如果你进去看到是中文的 你可以到下面把它选成 你进去的话 一般看到是这样 但是因为我习惯英文 所以我把它 换成英文 但如果你习惯中文你就切成中文 然后直接Get Unity 5 进来之后 我们看这边有一个Personal Edition 个人版的 是不用钱的 Free Download 所以你就点这个Free Download 那个人版跟要钱的 Professional 版本的差异 自己看一下 不过基本上我们上课用到的东西 开发电玩 然后 发布在手机上 Personal 版本都已经绰绰有余了 所以 我们就点这个Free Download Download 然后我们这个学习用的是 5.2 OK 所以就Download Installer OK 这边就 在下载 它下载的时候 现在新的软体都是下载一个安装器 所以你就下载完就点开来 然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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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接受 接受 所以 它现在安装器的好处是 你下载完了以后你那些安装档案 安装完了就会自动被 移除掉就不用再放在你电脑上 多一个 累赘的安装版本 好所以就 Next 同意 好现在还在安装 这个安装程序要一阵子所以 我们先 暂停一下 先等一下 OK现在 它 进入 再安装的阶段 我们再暂停一下 OK安装完了 以后现在 进入 现在又跳到这个画面 这个步骤 大概要看电脑的 performance 在我的 这台比较旧电脑 大概要花个5到 10分钟 所以只好再等一下 OK 还在 还在download 还在安装 因为我的电脑没有装 Visual Studio 那Unity的 screeping 它会用到一些 C sharp 的东西 所以它顺便又再装 Visual Studio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装了微软的 Visual Studio 的时候 可能这个地方就不会出现 就只有单纯的 下载 所以我们再 再等一下 OK 现在9点50分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他还在下载微软的 .NET Framework 因为我这台电脑才刚重灌过 所以微软的这些 DOTNET Framework 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装 所以要多花一点时间在装这个 假如你的电脑 已经有装微软的 Visual Studio .NET Framework 这些东西的话 这个步骤可以 它会自动 省略掉 这些都是Unity的安装程式 自动安装的 所以都不用管它 那我现在先再暂停一下 OK 现在是10点10分 所以在我这台比较慢的电脑 然后完全没有装 微软的 Framework 的情况下大概要花半个多小时去装 然后装好了以后 他说要把电脑重开机 所以我现在 只好 重开机 以后